美方有关报告反复地说 联大2758号决议驱逐的是蒋介石的代表 不是指台湾也不是指所谓的中华民国 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国际法上已经完成了政府继承 驱解2758号决议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无知呢就是别有用心 美方有关的报告压根就没有提 民进党当局民进党上台之后 不能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真正的原因 也不敢正视民进党当局竭力谋独挑衅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这一现实 这反映出美国一些人嘴上喊着不支持台独 实际上却不断地干着默许甚至纵容台独的勾当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靠这种低级的手段 来歪曲国际法和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出路只会自取其辱